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板 身边的很多姐妹都问我 Ivy你能不能推荐几款适合女生喝的威士忌 去酒吧想喝威士忌 不知道该怎么点 瞎点的又辣又难喝 主要它费钱 有没有那种柔顺好喝适合在家里一个人小酌的 你们的心愿我听到 今天呢我就来推荐四款来自不同国家 从入门的三百元到八百元以内的威士忌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第一款呢我称它为羞涩小青猩猩 来自苏格兰的格兰杰十年单一买牙威士忌 它呢经过波本孔成年 有一股特别的奶油焦糖的香气 后雕呢是淡淡的花香跟柑橘水果 主要我觉得格兰杰十年的价格真的是非常清零 就是三百以下的威士忌 这一款可以称得上是绝绝子 我列强推荐这一款给小入门威士忌的姐妹们 听我的绝对不走弯路 第二款我称之为奔放热情型 来自美国的四玫瑰小产量波本威士忌 它呢在木桶里成年至少六到七年 四玫瑰呢它就是以各种树莓啊 黑樱桃果香爆棚而闻名 后调它带有一种浓浓的焦糖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喝就是被这个焦糖味深深的吸引了 这款呢我建议大家是加点冰块边融化边喝 毕竟呢这个酒精度是四十五度 四玫瑰的价格呢大概是在四百人民币以内 第三款我称为性感成熟型 来自爱尔兰的枝根鸟十二年 这款真的是宝藏级的小众威士忌 很适合吃辣的或者呢是口味重一点的姐妹 闻起来呢有一股黑胡椒跟胡椒的辣粉 口感很纯净 口味就是一直留在你的口腔里 我现在讲话都是一种口吐威士忌香 这款稍微进阶一点 价格大概是在七百人民币以内 最后一款呢我称为知性高雅型 如果你问我要推荐一款最适合女生喝的日本威士忌 我觉得白粥真的是我的首选推荐 柑橘啊青棉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竹林跟绿叶的青心 入口带有一点点辣 但是之后呢就是清泉流入你口腔的感觉 但是现在呢白粥12年的价格贼高 我呢是真的是买不起了 白粥5年份的质量就已经很高了 相信看完这期呢姐妹们就可以选一款适合自己小酌的威士忌 男生们呢不要气美 我会专门出一期讲那些适合男生喝的威士忌 或者女生要给男生送威士忌 不知道该怎么选 想看的在上方扣1 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三菱再走 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